這個叫做結界 就是它被限制在這兩條水平線之間 來這個叫Y-1 誒!寫上去喔! 這樣可以喔! 誒!快點我等你啊! 誒!寫上去以後看我這邊喔 接下來這裡這樣畫圖喔 來! 誒!這個叫做誰呢? 我看看喔!看看這個怎麼抓會比較好 來!這裡這樣 這叫二分之拍 然後抓等間隔喔! 然後這裡就是拍 再來 二分之三拍 誒!你先跟著我畫一次 然後下一次上課我用電腦畫給你看 二分之三拍 然後這裡是多少? 二拍 然後這裡再過來 再加九十度 所以是二分之幾拍? 二分之五拍 然後再過來 這個是六拍 這個是六拍 OK! 然後這裡如果往這個方向 來這裡是負的 二分之拍 誒!快點喔!我等你喔! 我慢慢教 但是你要仔細聽喔! 誒! 首先同學問你 賽它有天花瓣有地板對不對? 對! 因為賽最大最大是一 最小最小是負一 我現在問一個 我這樣問同學喔 我考試如果我這樣畫圖 你覺得我會不會被扣分 如果出去考試會不會被扣? 會!會被扣! 你說為什麼 誒!為什麼我會被扣分 有沒有人要猜猜看 我這樣畫一定會被扣分 我問親近好了 親近為什麼我這樣畫會被扣分 你知道我這樣畫什麼地方不對嗎? 我這是偷懶畫 什麼地方不對 討論你知道拍大約是多少? 拍? 它如果切換成時數 來你告訴我 拍大約是多少? 3.14 請問你 這個長度是不是1 1嘛!對不對 這是00嘛 這個高度是不是1 這個長度是不是1 你覺得從這裡到這裡有3.14嗎? 這一段有3.14嗎? 沒有啊! 所以同學你要知道 什麼呢? 拍旁邊是2分之三拍 喔!2分之三拍 對不起 來!寫一下 2分之三拍 我的意思是說 同學你在寫這個東西的時候 如果你圖形要準 你那個比例不能隨便畫 就是你要抓一個大概 你聽懂嗎? 欸!拍大約是3.14耶 這個是1 最好這裡有3.14 根本就沒有 3.14應該在比較後面的地方嘛 你聽懂這個意思對不對 但是我現在是為了偷懶 就是就簡單這樣畫就好 來!那現在同學你看喔 欸!看我這邊 為什麼是6 哪裡?我寫錯嗎? 哪裡我寫錯? 哪裡哪裡? 最後一個是6拍 最後一個應該是幾拍? 3拍 一定是昨天太晚睡覺了 來!我們看一下喔 我教你畫幾個重要的點喔 所以我問你 賽的零度是多少? 欸!你看左邊這一個圖 然後搭配這個來畫 賽的零度是多少? 講話看這個圖啊 賽的零度是多少? 0 所以來把這個點畫上去 賽的零度是0 對吧!賽的零度是0 賽的九十度 九十度就是二分之拍喔 請問你 賽的九十度是多少? 可以講話喔 賽的九十度是多少? 1啊! 所以他從零度到九十度 賽其實一直不斷的在增加 對不對?到九十度這裡達到最高點 叫做1 然後請問你 到最高點之後 這個點接下來就往下掉 你的賽就開始慢慢的變小 一直到一百八十度 從1變成多少? 0 所以賽的一百八十度是多少? 0 對吧! 然後呢 接著繼續在跑的時候 高度又繼續往下降 對不對! 到兩百七十度 跑到最低點 就要負1 所以兩百七十度 這裡是不是負1 OK! 然後到三百六十度的時候 你看我的Y座標又逐漸變大 一直到這裡 來!是不是又變成0 這樣你聽懂嗎? 他的圖畫出來大概是這樣 來!你看喔! 我現在如果把它切得更細一點 這是九十度對不對? 同學我問你 三十度是九十度切幾分? 切幾刀? 切三刀 切兩刀吧 來!這裡切一刀對不對 這裡切一刀 這個是三十度嘛 這個是六分之拍 那這個是六分之二拍 就是三分之拍 三十度、六十度、九十度 好!那我現在問你喔! Sine的三十度是多少? 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應該在這裡 所以你畫出來 這個點應該在這邊 對吧! 那Sine的六十度是二分之更號三 二分之更號三應該已經是0.8多 所以他大概會在這個地方 透過秒點你就會開始感受到Sine的圖形 他會這樣喔! 他的圖形會這樣 這樣上去 然後呢!接下來就這樣下來 然後再下來 再怎麼樣? 再上去 然後再上去 然後再下來 欸!聽懂我在做什麼東西嗎? 我用 綠色的粉筆畫一次給你看 他是這樣子 這樣子 欸!懂懂在畫什麼東西? 然後這個地方 他圖是這樣喔! 這樣下去 這樣上來 這個就是Sine的圖形 Y等Sine的圖形 它的函數圖形 這樣聽懂嗎? 懂懂你在講什麼? 懂喔! 好! 如果大概對Sine的圖形有個基本認識的話 那個 子爺你幫我拍一下電腦 我給你們看一個動畫 我覺得這個需要透過動畫 讓你們有更好的認識 不要集中精神喔! 後面總是有同學在聊天喔! 你在那邊講話會干擾我上課的那個tempo 這樣升級課來就很奇怪啦!對不對! 來看一下喔! 這樣算是有拍到嗎? 對! 你搬一下有網路嗎? 有喔! 我看一下喔! 我又畫一個圖畫 想說給你看一下 這樣給我看到嗎? 看得到嗎? 看得到嗎? 我覺得要不要把那個燈關掉 還好這個辦法 你還OK嗎? 快要掛線了對不對? 不好意思! 看一下這個圖喔! 頭角我問你喔! 來你看喔! 這是Sine的圖形 Sine你看它是不是這樣子? 從0到90度 Sine從0變成1對不對? Sine是指這個P點的什麼座標? Y座標 所以你今天在動的時候 你看你這個P點在動的時候 它的Y座標是不是變大? 到90度是不是達到最大? 然後再來就開始怎麼樣? 變小到180度變成0 你要注意這個單位圓上這個動點的位置 然後再繼續角度再增大 你看喔!超過180度之後對不對? 你的Y座標是不是變成負的? OK! 請問你到幾度 你的Y會有最小值? 270度 270度 是不是最低? 然後超過270之後 你還是負的 但是你會開始負的沒有那麼多 你會開始增加 所以你的圖形是不是就往上跑 對不對?到360度是不是又回到0? 你有看到嗎? 這就是一個完整的Sign的圖形 這樣瞭解嗎? 我把這個點畫多一點 這個感覺一下 來同學Sign的圖形大概就長這樣 可以再多一點 你說點嗎? 我這個點大概就是設定就是到這裡 來你看喔! 瞭點之後對不對? 你看一個完整的Sign圖形就這樣 如果角度再繼續增加 它圖形就會開始重複 因為你已經到一圈了 你再繼續到 它圖形就會開始出現 就是重複的現象 這個叫周極函數 它的那個圖形 每隔一個固定的區間 圖形就會重複出現 這樣了解嗎? 懂不懂你在講什麼? 大概懂對不對? 好啦 今天就先這樣吧 那個子儀謝謝